我們今天開始上課 我們今天要上的是 我們上一節課教的是 有教到人工神經網路 然後我們一開始教的是 1982年第一版的 多層感知機 我們今天要教的是 在1989年所發展出來的 卷機神經網路 這個卷機神經網路比起 之前的多層感知機 它最大的差別是在於 卷機神經網路是一個專門 影像辨識的網路 因為我們 這一個學期 後面的機器學期的一系列課程 都是拿手寫數字來做為範例 所以理論上 實際上也是這樣子 一個專門 for 影像辨識的 一個egonism 它就會是 你今天這樣看到一系列的課程下來 最準的一個 所以今天我們來教一下 卷機神經網路 怎麼樣based on 前面的多層感知機 然後到現在 然後結合 跟影像有關的技術 然後把它合在一起 這樣子 好那我們來想一下 為什麼人家會發展 卷機神經網路 主要是這樣子 就是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在做神經網路的時候 我們是模擬大腦 對不對 模擬神經元 模擬大腦 可是問題是我現在 我現在想要做影像分析的時候 這個我們人在分析影像的時候 不只有用大腦 還有用眼睛 對不對 所以我是不是 同時需要 模擬眼睛加大腦的整個過程 這樣懂嗎 你現在這個 你現在這個數字 你一看到就知道幾 一看到就知道幾 那實際上 你的眼睛是先接收到資訊 之後才給大腦去處理 對不對 所以說如果 如果可以的話 我們應該要試著去 就是 不只是模擬大腦 連眼睛也要模擬出來 好不好 那我們現在就來看看 那我們到底要怎麼模擬眼睛 好不好 我們來看一下 好那 要怎麼模擬眼睛 欸 我們就要講到這個 1962年的這個 這個研究 這樣子 這個研究啊 他做什麼研究欸 來看一下 他就是把這個 貓的這個 這個 就是等於說 把他腦袋打開啦 這樣子 然後看一下他的那個 就是受到這個 這個視覺刺激的時候 這個 神經傳導的訊號 他發現了什麼事呢 他發現我們的視覺神經啊 在感受這個 感受這個 就是 呃 物體的形狀的時候 就來說 他們用很簡單的這個線條 這樣子 就要左上到右下線條 這樣子 或右上到左下線條 類似這個樣子 他們發現一件事情 這些簡單的圖 他們 這些 初級的視神經 他其實都在辯證簡單的 簡單的線條 不是什麼很複雜的東西 就是辯證一些簡單的線條 那辯證這些簡單的線條 他發現一件事 不管這個線條出現在 他視野的哪一個地方 只要他看得到 他就會被 激活這樣子 好 所以這個 給我們什麼 這個 這一件事情給我們什麼啟示呢 這件事情就是 就是無論出現在視野範圍哪裡 他們都會被激活 這件事情給了 這個就是 給了 就是 呃 等於說做電腦的 或是做人工神經網路的人 一些啟示 什麼啟示呢 我們似乎要去設計一些 什麼東西 然後去掃描過整張圖 然後去抓取他重要的特徵 這樣知道嗎 這樣有理解他那個 idea邏輯怎麼來的嗎 我們要設計一個 東西去掃描整張圖 然後去找出他的初級特徵在哪裡 這樣子 好我們來看一下 所以啊受到了生物上研究的啟發 呃我們設計了一個到捲機器的東西 這個捲機器是這樣 大家知不知道一張圖啊 就是 我們已經 我們已經玩圖玩這麼久了 大家知道圖就是由橡樹組成的嘛 對不對 由橡樹組成的矩陣 然後0是黑色 255是白色 然後中間的這個東西就 分別就是灰度嘛 對不對 那我們先不管彩色的圖 彩色的圖其實就是三張 黑白三張黑白的圖疊在一起 分別用紅綠藍這樣子 三張疊在一起 簡單來講 他就是一個矩陣的資料 這樣可以吧 圖就是一個矩陣的資料 好我們來看一下這一張 這個就是一個0101 0假設是黑色 1假設是白色好了 這個矩陣其實就是一張圖嘛 這樣可以接受嗎 這個矩陣本來就是一張圖嘛 那所謂的捲機器是什麼咧 捲機器就是啊 大家看一下 這個 這個會移動的這個 橘色的這個方框 他在做什麼咧 他掃描過整張圖 掃描過整張圖 並且啊 把第一個數左上 1-1乘上1 1-2乘上0 1-3乘上1 然後你有沒有注意一下 他乘1的部分就是一個叉叉 看得出來嗎 他乘1的部分就是一個叉叉 他這樣掃描過去 如果 最大值就是5嘛 對不對 可以接受嗎 最大值就是5 5代表什麼意思 在他掃描XX的區域 通通都有 都有白色 這樣懂的意思嗎 那如果他掃描過去 如果只有2呢 就代表 他那個點至少在那個區域 他沒有那麼符合 那個就是他這個捲機器所預定的特徵 所以這個捲機器想要抓什麼 這個捲機器想要抓XX 對吧 所以 他捲完之後 這個沉積 沉完之後 累加起來 最多 累沉起來 然後再加起來之後 是不是 後面出來 這個就叫高階特徵圖 這個圖啊 數字越大 代表什麼意思 在那個地方 越有符合我們捲機器 目標的 這個簡單形狀 這樣可以接受嗎 捲機器就在想什麼 當然你說這些數字怎麼來 這個我們等一下再說啦 好不好 這些數字怎麼來 基本上你就可以把它當作是一個 就是回歸系數 那我們可以用T度下降法 這些方法去求解 這樣懂意思吧 好 那這樣子 掃描 捲機器 簡單來講就是 他透過一個濾鏡 我們叫他濾鏡啊 好不好 你也可以英文叫Fighter 透過濾鏡讓他進行圖片的全局搜索 捲機後的新圖片 我們叫他特徵圖 這個特徵圖的數字越大 就代表在那個地方 越符合我們想要的特徵 這樣可以接受嗎 好我們來看一下 上面這裡 你可能還不會有什麼感覺 畢竟啊 如果全部都是1的話 他乘起來是5嘛 對不對 我們來把圖改成 上面這樣 黑色是-1 白色是-1 然後啊 有一個 一樣黑色是-1 白色是-1 白色是-1的捲機器 這樣掃過去之後 你應該可以看出 這裡是符合的 對不對 這裡是符合的 這裡也是符合的 對不對 這裡也是符合的 這裡也是符合的 所以你有沒有看到 1的地方 就是在 這條斜直線上面 所以這個 這個圓圖 加上這個捲機器 他做捲機出來的特徵圖 是不是 就是數字越尬 就代表在那個地方 越符合該捲機器 所想要Catch的特徵 這樣可以接受吧 所以捲機 神經網路 就是把這個捲機器的 這個構造放到了 他的神經網路裡面 聽起來好像很難 實際上啊 這一些 關鍵點就只有 我如何去求得 這個捲機器的參數 對不對 但是捲機器的參數 我可以把它當作是 線性回歸的一個部分啊 對不對 那我就可以拿 低度下降法之類的 演算法去求得他的參數了嗎 那求到了以後 我不就有 我不就有自動產生的捲機器了嗎 對不對 好我們繼續往下 如果只有一個捲機器的話 你可能還感覺不出他的效果 現在我們假定我們三個捲機器 分別是左上到右下斜線 還有叉叉 還有右上到左下斜線 分別是上中下 那你可以看到叉叉 他捲機到最高的那個點 一定就是這裡 因為只有中間符合叉叉嘛 左邊 左上到右下 就是這樣下來 右上到左下 就是這樣下來 好 那 所以說捲機器 就是拿來catch 就是低階特徵 然後啊 我們可以把這三個圖疊在一起 這三個圖疊在一起的時候 如果 有一些共同出現的部分 那是不是又代表了更高層的意義 就要最開始的時候 這個我們等一下後面會講 堆疊捲機器 然後我們把他 特徵越抽越高 會有什麼效果 你現在只要知道 捲機器 至少在最開始的時候 他抓的是初級特徵 這樣知道了吧 好我們繼續往下 獲得特徵圖之後啊 這個捲機神經網路 不是說獲得特徵圖之後就結束了 注意 剛剛那個先累成 先成起來再加起來的這個過程 這是一個線性轉換對不對 這是一個線性運算 線性運算如果連續做很多次 很抱歉 這跟我們那個 多層感知器 沒有加非線性轉換函數 那意思是一樣的嘛 所以捲機器 做完以後 在捲機神經網路裡面 捲機層結束之後 一定要給他一個非線性轉換 這個非線性轉換 在多層感知器的時候 最開始的時候 我們是用 logistic function 或我們叫它sigmoid function 後來我們是介紹一個叫reliu的 把零以下去掉 這些非線性轉換函數 通通也都可以用在 捲機神經網路裡面 好 接著 注意一下我們的捲機喔 捲機的過程是全圖掃描對不對 全圖掃描 那我問一下啦 其實就是這附近 其實就是有這個 左上到右下斜線嗎 對不對 那你 零近的捲機器 因為你只移動個pesso 移動個pesso 對不對 你移動個pesso的話 這個他的資訊是不是非常的重複 所以 在經過這個 非線性轉換之後 有時候我們會利用pulling layer 我們叫他磁化層 他可以把一些information把它 就是 整合起來 舉例來說他可以以每四個格子 找出一個最大值 把它丟到下一階的特徵圖去 為什麼要這樣做咧 因為其實5跟6在這裡 他其實就是告訴我這裡有嘛 對不對 這裡有其實解析度不需要那麼高啊 這樣知道嗎 偏離一個像素其實沒有那麼嚴重 這樣可以接受吧 這樣知道我在講什麼齁 好所以說啊 我們 過我們的捲機神經網路裡面會多 比起這個之前的這個 就是多層感知器 之前的多層感知器 就是很多個邏輯式回規合在一起 對不對 然後那個邏輯式回規 我們可以分解成一個線性回規 加上一個非線性轉換函數 對不對 線性回規就是矩陣的乘法 所以在這個 在那個就是 上一節課 我們教多層感知器的時候 我們用到的那個 我們在寫那個程式語法的時候 我們用到的是一個叫 Fully connected函數 他講的就是線性回規那個部分 好現在我們又多了三個東西 多了兩個東西啊 第一個是convolutional layer 捲機層 第二個是非線性轉換函數 非線性轉換函數 非線性轉換不重要 因為我們上一節課就有用到 對不對 最後一個還需要Pulling layer 好我們重新整理一下 目前所學習到的 原始圖片 是一個28x28x1的一個 這個 手寫數字嘛 經過一個 經過20個5x5的捲機器 為什麼要20個 因為每一個捲機器 他所catch到的 出接特徵是不一樣的 對不對 經過20個5x5的捲機器之後 他會產生20張特徵圖 對不對 因為捲機 5x5的捲機器 少過原始圖片 他會降低4個 4個長度 所以他會變成24x24 然後因為他有20張特徵圖 所以乘以20 所以從28x28x1 變成24x24x20 這個過程你可以接受嗎 你應該可以想像吧 有20張新的特徵圖疊在一起 接著 這20張新的特徵圖 會先經過非線型轉換 非線型轉換本身 不會改變他的維度 主要說我只是把小於0的數字 把它去掉 對不對 這樣可以吧 Radio就是在做這件事 接著 把這20張轉換後的特徵圖 24x24x20 我們經過一個2x2的Pooling Layer 那他就會變成12x12x20 這樣可以接受嗎 這樣可以接受 上述的這個組合 就是一個基本的捲晶神經網路的初級構造 這就是第一層的四層晶圓 這樣知道吧 但是我們應該可以想像吧 這個東西是可以堆疊的啊 堆疊會有什麼效果呢 我們剛剛是不是就要講堆疊會有什麼效果 我們可以想像一下喔 這個如果你現在有一張人的圖片 你現在有一張人的圖片 想像一下有一張人的圖片在你面前喔 然後啊 捲晶神經網路在第一層的時候 也許 我們 第一個總共有五個捲晶器 第一個捲晶器在辨認眼睛 眼睛在哪裡 第二個捲晶器辨認鼻子在哪裡 第三個捲晶器辨認耳朵在哪裡 第四個捲晶器辨認手掌在哪裡 第五個捲晶器辨認手臂在哪裡 接著 第一張第二張第三張圖 特徵圖中 數值越高的地方 分別代表 越 match眼睛 越match鼻子 越match耳朵 最容易在哪裡 這樣可以接受吧 數字越高就代表那邊出現眼睛的機率越大 出現鼻子的機率越大 出現耳朵的機率越大 這樣可以接受嗎 那如果我們把這三張圖一起 再捲晶一次 那是不是那個新的捲晶器 就可以catch到 他的那個新的捲晶器就是 眼睛鼻子耳朵 我都要有 這樣可以嗎 那這樣子 新的捲晶器catch上來 是不是就叫人臉 這樣可以接受嗎 本來是辨認一個很初級的東西 眼睛鼻子耳朵 到了第二層捲晶器 他就變成人臉了 如果在第一層的特徵圖中 眼睛鼻子耳朵 他出現在其他地方 他沒有聚集在一起 第二層的捲晶器會不會看到他 不會 他就會覺得那叫雜訊 這樣懂意思了嗎 所以 唯有在第一層的捲晶器 非常集中的出現眼睛鼻子耳朵的時候 第二層的捲晶器在抓人臉的時候 他們必須同時出現 否則第二層的捲晶器是不會去catch他的 透過這種方式 一層一層的去Denoise 這樣知道嗎 一層一層去Denoise Denoise完之後到最後的結果 這個視覺的結果 就已經從原始的圖像 轉成一個高階的抽象概念 再這樣交為我們的大腦去思考 最後 產生一個最終的結果 這樣知道嗎 這樣知道捲晶神經網路的設計原理嗎 這樣可以吧 好 你如果第一個部分聽不懂的話 第四張跟第五張特徵圖 是不是分別代表手掌跟手臂 分別代表手掌跟手臂的話 如果這兩張圖再捲晶一次 是不是就可以辯證出手的位置 這樣懂的意思了嗎 所以說 而且第四張第五張圖 如果他想辯證出的是手的位置 而不是臉的位置 他可能還會對 人臉的這些 眼睛鼻子耳朵做複向的加全 這樣知道了吧 這樣子的話 避免他把手臂 手臂上面不會長 眼睛鼻子耳朵 對不對 這樣子的話 他就可以更精準的去把手臂抓出來 這樣可以吧 好 所以說啊 你可以看 捲晶神經網路就像這張圖一樣 在最開始的時候 他其實只能夠辯證一些簡單的線條 接下來 他就可以辯證一些比較高階的概念 在最後面他就可以變成更高階的概念 所以捲晶神經網路就是 模擬我們的視覺 然後不斷的做這個 就是堆疊 然後從低階概念抽到高階概念 然後最後再加入我們大腦進行運算 這樣可以嗎 好到此為止聽不懂 有沒有人聽不懂 好聽不懂 基本上沒有關係 第一個你可以回去看嘛 第二個是我們等一下 我們這邊來做一個練習題 我們來模擬一下卷積器到底在做什麼 或者是說 這個 我們的卷積器實際上就是經過一個Fighter 對不對 去做一個掃描 掃描完之後的特徵圖到底是什麼樣的意思 好不好 我們來做一個實驗喔 這個實驗 你需要複製貼上 這是一個 這是一個鸚鵡的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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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gray image 它是一個756乘512乘1乘1 這是一張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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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個圖的像素 就代表它 從黑色到白色的程度 這樣可以嗎 接著 我們這邊使用個特殊的結構 進行卷積圖 這樣 這樣我們意思是什麼 使用個-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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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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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個C 看到了嗎 這是我們抓到的 新的圖喔 這張圖有什麼特別 大部分的地方都是灰色的對不對 白色的地方是什麼 是邊界 線條 注意喔 鸚鵡 來我們再看上一張 鸚鵡這邊有一些比較 是不是就邊界被描出來了 再仔細看一下 這樣可以嗎 邊界被描出來了喔 所以這個卷積器在編證什麼 邊界 圖像的邊界在哪裡 對不對 這樣可以接受嗎 好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我們試著 換一些卷積器好不好 就是你試著換一些數字 舉例來說你換一下這個數字 你先感覺一下 從這張圖 到這張圖的效果 下一步你換一個卷積器來試試看 那我們練習題就先做到 先做一下這個練習題好不好 先讓大家練習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 要怎麼改成就是 用新的卷積器來做好了 我們現在先比較一下 這是一個 這是邊界圖 對不對 然後我們把這個卷積器改成 這個第二個 然後我們這裡 這裡一就要改成二 這樣可以嗎 因為你要用第二個卷積器去做 對不對 我們再做一次 一模一樣的事情 好 這兩張圖 這兩張圖 差別在哪裡 來 你注意一下 我們要注意的是白色的地方 在這張圖上面 是不是所有的邊界都被白色highlight出來了 這樣可以嗎 這張圖上面 我們把它拉大一點好了 在這張圖上面 所有白色的地方 就是所謂的邊界 在這張圖上面呢 白色的地方是什麼 你有沒有注意上下邊界比較不明顯 左右邊界比較明顯 對 好 實際上 的確這個卷積核 就是拿來做左側邊界的 如果我們把 這個零桿負二 這個桿正二 然後這裡啊 這裡改0 這裡改0 這是不是就是 這樣 我們依時代推 這應該就是上下邊界吧 對不對 這樣可以嗎 這裡要負一 這裡要正一 好就這樣子 我們再做一次 好看到了嗎 現在變上下邊界比較明顯 對不對 好所以說啊 我們在這裡得到了一個什麼結論 就是其實啊 其實卷積 就是卷積這個東西啊 其實是就是 它其實就在抓一些重要的特徵 這樣知道嗎 然後 它的變化可能有很多 這樣知道 而且這樣的 這樣的特徵圖的這樣的效果 其實 可以做出很多 也許我們想都沒有想過的事 你曾經思考過 圖像的邊界要怎麼把它抓出來嗎 你可能沒有想過 但你現在發現 其實這麼簡單就可以了 這樣知道吧 好 那我們現在要迎來這個學期課程的重點 這個 卷積神經 我們 因為我們一直都在講手寫數字辨識嘛 對不對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1989年 這個 Young Lecuin 它所發展的這個 卷積神經網路 是什麼做的 好 我跟你們講喔 第一個1989年發展出來的這個 這個卷積神經網路啊 它就被命名為 LENET 那個LE就是它的名字啦 Lecuin嘛 對不對 好 這個 跟大家講一下 今年的 今年的 2019年的圖靈獎喔 就是 頒給了三個人 其中有兩個人 一個人就是 Jeffrey Hinton 尚捷克 你看到那個 圖靈獎是什麼 我跟你們講 就是電腦學界的諾貝爾獎 其中另外一個人就是 Young Lecuin 這樣知道 這樣知道貢獻是什麼了吧 這樣 好 我們繼續 那我們 首先啊 還是先把這個 手寫數字的資料 把它讀進來 22克 我們再把它讀進來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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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 這個是我們的手寫數字 對不對 好 我們繼續 好 接著我們 注意一下喔 跟我們之前的樣子很不一樣 我們之前在輸入這個 就是 我們之前讓那個 不管是神經網路 或 support vector machine 或是 random forest 在讓它去進行運算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都把 784個像素 當成784個 variable 它彼此之間完全沒有結構的問題喔 這樣知道嗎 可是卷积神經網路 它是不是要對一個圖片 做卷积的掃描 所以你注意一下喔 我們現在最大不一樣在做這件事情 就是啊 我們把 X training的X 它本來 注意看一下它本來的形狀喔 它本來的形狀是 25200乘以784 我們做了一個轉換 轉換完之後 它的dimension 變成了 28乘28乘1乘25200 為什麼要做這樣的轉換 因為 這樣子我才可以知道 這樣是一張圖嗎 這樣知道嗎 等一下 我們的 那個 在做的時候 我才有辦法在這張圖上面掃描啊 不然我怎麼知道它是幾層幾 這樣知道吧 OK 同樣的 Testing Data 也要進行這個 dimension的這個轉換 好 我們繼續 好那 接著 我們在做的時候啊 來看一下 我們把Data準備好了之後 下一步就是寫這個 model的結構嘛 對不對 來我們來看一下 model的結構長什麼樣子好不好 首先 先Library MXNet嘛 接著 Data吃進來 這個是不是上一節課都教過了 Data吃進來 吃進來以後 先經過第一個convolution Data進來 Data進來 做完convolution之後 conv1 這樣可以嗎 conv1 這個conv1 fighter是什麼 5x5的卷機器 然後有20個 20個卷機器 這樣可以吧 5x5的卷機盒 我們就要卷機盒啦 然後20個卷機器 然後它變成 這個Data進來 變成conv1之後 這個cov1 經過 飛現率轉換函數 用什麼飛現率轉換函數呢 用relu 變成relu1 relu1經過pulling 這個pulling pulling什麼勒 用maxpulling 然後2x2 2x2 到了pull1 pull1 再經過一個convolution 5x5的卷機盒 然後50個fighter 變成cov2 cov2 經過 這個 飛現率轉換 relu relu再經過pulling 變成pull2 pull2接著 就經過 我們這樣 眼睛經過兩層之後 這個 至少reluen覺得這樣就夠了 好不好 當時受限了一些運算資源 還有一些問題 就是神經網路 在2016年以前的神經網路 它不會太深 這個有些數學上的問題 這個我們會在博士班的課程去講到 變pull1之後 他接著就要給大腦思考 大腦是什麼 首先 先把這個結構給破壞掉 變成pulling connected的結構 然後 接著讓這個 先經過線性運算 pulling connected 這就是500個神經元 變成fc1 fc1 再經過一個 這個 飛現率轉換函數 變成relu3 relu3 再經過一個 這個 就是 線性運算 它外補10 然後變fc2 再經過softmax x就是10選1的 這樣可以嗎 這就是10選1的神經網路了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喔 我們來這裡有 剛剛完整的描述 一開始的圖是28x28x1 經過20個5x5之後 它會變成24x24x20 這樣可以接受嗎 接著 24x24x20 會經過relu 這個不會轉換它的維度 接下來 pulling會變12x12x20 這樣可以 再過了50個5x5之後 它會變成50張 8x8的 所以8x8x50 這樣可以嗎 然後relu relu不會轉換維度 對不對 接著pulling pulling變4x4x50 這樣可以吧 接著把它重新排列 變成800 這是一階的高級特徵 這一階的高級特徵 進入一個隱藏層 就是 大腦的神經元 變成500個高階特徵 500relu relu不轉換 接著 轉換後的高階特徵 500 經過輸出層 變成10個 10個數字 這10個數字 經過softmax函數 注意下 softmax函數 就是把這 10個數字 變成累加起來是 加起來是100 100% 然後我們根據 percentage去決定 哪一個是這個 哪一個是數字 這樣可以吧 好繼續 有了這樣idea之後 我們就可以開始training了 好我全部執行次 等到我們開始training的時候 我們 我們這樣就可以開始training了 等到開始training之後 我就把螢幕還給你們 先讓你們training好不好 你們可以先 用筆電的可以先開始做這一步了 好我們開始training了 我們把螢幕還給你 好我現在已經把這個model已經跑完了 這個model跑完之後 我就可以做一個predict 這個怎麼predict咧 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把model1丟進來 然後把testxarray把它丟進去嘛 產生predict之後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 testing的這個accuracy 大概有多高對不對 98.9% 看到嗎 這是我們 我們從來沒有達到過這麼高的數字過 這樣知道了吧 所以說 這個 卷機神經網路 真的是 就是 真的是非常的 這個 非常的準 對不對 好那注意一下 如果你的電腦核心數夠多 你可以用下面的指令 這樣子 從這裡 這裡本來 這裡就是用單核心 主要在這裡 單CPU 這樣子的話 你可以用多CPU 注意啊 你用的是CPU 不過其實我剛剛偷偷換了 我是用GPU GPU快非常多 所以你們應該都還沒跑出來 這樣可以嗎 你們只是開始跑而已 好 等到你跑完之後 來 注意一下我們的練習了 我們練習了 是要做這件事情 就是你的model1 LS model1之後 你會發現 model1裡面的 ARG這個 你會發現 裡面有非常多的 convolutional weight 然後跟他的 Fory Connected Bias 這些 這些東西 那這些東西啊 我要怎麼樣把 我要怎麼樣 利用這些東西 然後 跑出跟 直接用predict函數 一模一樣的結果 這樣知道了嗎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predict函數 一模一樣的結果在哪裡 好不好 pids 好 我希望啊 我們可以用這些數字 跑出一模一樣的結果 這樣可以嗎 就是 跟這個一模一樣的結果 好你可以試著做做看 等一下那個就是 等一下那個就是 呃 等一下你們 model訓練完之後 發現他的 testing accuracy 有多高之後 你們可以再試試看 有沒有辦法 就是複刻一下 那個prediction function 如果你可以的話 那就代表你對捲機器的網路 如果了解 確實有達到一定程度了 這樣子 我們來看一下這一題的答案 要怎麼做 好不好 這一題的答案關鍵在 剛剛啊 這個捲機器是怎麼運作的 你應該已經了解了嘛 對不對 就是 所以說 首先啊 我們要先把這個 parameters給弄出來 model1裡面的這個 parameters 我們現在把它 另存著一個新的物件 接著 我們非常的清楚 我們第一個捲機器的output 應該是24x24x20 對不對 總共20張特等圖 然後 這20張特等圖 第一張做到最後一張 分別對 他的上跟 上下跟左右 進行全局的掃描 怎麼掃描勒 把input的 這一格 這一根K字是會變動的喔 乘上 捲機盒的weight 這一個捲機盒的weight i等1 這個捲機盒的weight 他就是一個5x5的捲機盒 這樣知道吧 乘完之後 累加起來 累加起來 再加上 捲機盒的bias 這個bias是這個樣子 加完之後 就會變成 jkiz 對不對 這個i是隨著捲機器變動的喔 做完之後 這個conv1 他就是一個24x24x20的一個 陣列 這樣可以接受嗎 這個陣列 經過reliu reliu很簡單 小於0的把它變成0 這樣就解決了 對不對 接著再經過pooling pooling的形狀長什麼樣子 12x12x20 對不對 同樣的每一個 每一個 layer 都做每一個維度都做這個pooling pooling的結果呢 把這些部分 最大值留下來 填入新的pooling matrix 這樣可以吧 接著 接著要進行第二輪的convolution 對不對 第二輪的convolution 維度變成8x8x50 COMV2 50個捲機盒 每一個一樣在經過剛剛的pooling 乘上convolution thefighter 我們再看一次這一個 又是一個 這個我要把i i等於多少 i等於1 我們再做一次 為什麼他現在有20 因為他前面有20張特徵圖 然後去捲機 20張特徵圖一起捲機 捲出來的結果 只剩下一個 這樣知道吧 為什麼 因為剛剛你看這個 只有一個5x5 那是因為前面那張圖只有1 只有維度只有1 在現在這張特徵圖 他前面有20張特徵圖嘛 所以他有20個5x5 把他全部累加起來 這樣才對每一層做一起捲機嘛 鼻子眼睛耳朵才可以合在一起 這樣知道了吧 捲機完之後一樣再加一個BIAS 把他填入convolution output 做完之後reliu reliu完之後pool 這個都很簡單 最後再做 這個 線器運算 線器運算完了之後reliu reliu完再做線器運算softmax 再一個softmax output 1 這個 這個-27-15 就跟我們剛剛的 這一個 不是這一個 不是這一個 剛剛那個在哪裡 這個pr-eds 這個數字跟這個softmax output 是不是就一模一樣了 很接近啦 有一點點不一樣 但是已經 已經幾乎都一樣 因為有時候那個 在運算的時候會有一點點小小的那個 位數會跑掉 畢竟這就是近四值嘛對不對 但你有沒有注意到 這個捲機的整個過程 就是按照我們現在這個語法這樣下來 好啦這個 這個過程你們可以回家再自己試啦 好不好 你們再去深刻體會每一行到底在做什麼 注意推理是很重要的喔 你要知道他是怎麼推理的 你才有辦法 去 了解 真的了解說 這個agony人他到底在做什麼 好那我們繼續 反正你們應該是都還沒跑完嘛 對不對 第幾代了 12 好啦好啦沒有啦 你還早啦好不好 那我們繼續上課好不好 好我們繼續上課 那我們繼續上課我們來看一下 來 這個捲機神經網路啊 他最開始是拿來識別影像的 他只能拿來做圖片 他有什麼特色 他有 他對圖片會進行全局掃描嗎 對不對 好 那我們是如果說啦 我們把input的格式轉成圖片 那這樣子的話 是不是捲機神經網路就可以做了 這樣可以了解嗎 好那我們這邊介紹一個有趣的例子啦 好不好 就是這個是我的一個paper 我的paper來做什麼勒 我現在要來做文字的分類 這個文字是一段文字的描述 就是出院病例摘要 這個字數不一定多少啊對不對 出院病例摘要 這個出院病例摘要 這個出院病例摘要啊 我們把文字把它轉成數字 然後把它轉成一個圖片好不好 我們試著去經過這個方向嘛 把它轉成圖片 那把它轉圖片之後 我是不是就可以把這個圖片拿去 為這個捲機神經網路 這樣子的話 它就可以 它可能就可以進行運算了嘛對不對 這是一個我在2017年發表的研究 好這個研究怎麼做呢 來首先啊 文字啊怎麼轉圖片 所以每一個字啊 我們可以把它產生一串向量這樣子 這個一串向量啊 是透過一個叫W2Vector技術在這裡 這個東西啊 我現在不可能跟你們講太深了 這個太複雜了 但是我可以跟大家講 我在博士班的課程的第13課 我會好好詳細講 這個Egorine裡面的細節 那這個東西啊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網頁 這個網頁這樣 我2Vector有什麼效果呢 來我們現在進行一個運算好不好 你們可以看到 它經過一些運算之後啊 有一些東西 我把它關掉好了 我把它關掉 等一下等一下 來這個東西 這告訴我們什麼事 來 A後面就會出現B B後面出現C C出現後面D D後面出現E E後面出現A 這是一個循環的loop對不對 好 那我們故意做一件事情 舉例來說假設啊 假設我們C後面也出現B C後面也出現B 然後這個D後面出現C 然後這個E後面出現C 然後A後面也出現D好了 C後面也出現D 這樣子會有什麼效果呢 A跟D是不是跟B很像 D是不是跟B很像 C是自己的 C跟別人都不像 讓我們再做一個E好了 我們再做一個A D後面出現A E後面出現A 所以A跟C會很接近 B跟D會很接近 這個東西是什麼呢 如果你在玩文字遊戲的時候 主要說Chronic Kidney Disease 它那個Kidney是不是可以被換成Liver 或是什麼東西是什麼一個器官 那這樣子的話 因為它共享上下文 這個意思就是它共享上下文的話 這邊是有共享前文 那這樣子的話 它們就應該很接近 它們的向量就應該很接近 我們現在來做個實驗 做完實驗之後 你有沒有發現 來 你看著哦 這個藍色就是負數 紅色就是正數 你有沒有發現在我們的規劃裡面 我們的B應該要跟D非常接近 對不對 B應該跟D非常接近 你有沒有發現 真的是很接近 這樣可以看到 那我們的C應該要跟A很接近 我們再看一下 C跟A還不夠接近 不然我們跑久一點好了 可能還不夠接近 好不好 它的原理就是這個樣子 我們就不要玩它 這樣子 那個詳細的原理 那個因為我博士班牙課之前上過 有錄影到網路上 我第13課會好好講 這個Walto Vector是怎麼做的 這個 而且會首刻出來 這樣子 那你了解這個東西之後 了解這個東西之後 你就知道 透過這個東西 我們可以把每一個字 給它定義出一段數字 這段數字 距離的越接近 就代表這兩個字 越相似 這樣可以嗎 好有了這個idea以後 這一個是我們 這一個data 是一個我們已經訓練好的 一個利用wikipedia訓練的一個 對照表 我們把它讀進來 欸 找不到 好 這一個wad data 這一個wad data 就是我們的這個 我們的這個對照表 我們來看一下 它的dimension 它總共有三四萬個字 然後維度是51個 我們大概看一下 它的樣子好不好 這是the the的數字就長這樣 然後off的數字就長這樣 那我們來做一個實驗好不好 我們來找找看 你看這一個 好 這是在做這個資料的處理 現在我們dimension是 這麼多個單字 然後50個 長度數字長度會50嗎 好 我們來找一下 Adenocasinoma Adenocasinoma 與它最接近的單字是什麼 我們來試著做一下 你有沒有看到 最接近的casinoma 這兩個字 的確應該會比較接近吧 對不對 注意它是在三十幾萬個字裡面 找到最接近的是這個 不然我們來試 你們有沒有什麼字想要試的 給我一個hint吧 好不好 怎麼大家都那麼客氣啊 如果我跟你們講 你們就不會相信這效果 你們會覺得那是我set好的啊 給一個字 隨便一個字 Cancer Cancer最接近Diabetes 你可能覺得離得很遠啊 但是問題是 欸 問題它就是個疾病嘛 對不對 還有沒有 還有沒有想要試的 有沒有試一些一般臉字 讓我們試一個Queen好不好 可是我覺得 你們一定會覺得是我設計好 實際上我真的沒有設計好 看起來還有點像吧 所以說啊 它應該還算蠻準的吧 對不對 在34萬個單字中 找出前幾個相似的 這個沒有那麼容易欸 你如果隨機猜的話 是34萬選一 這非常非常難的事情 所以這個對照表 的這個數字 對於 有一定程度可以描述這個單字的意思 大概沒有問題吧 這樣可以吧 這個W2Vector是一個2013年發展的技術 那如果我們真的有一段 文字描述 像在這裡 這裡這一段 我們能不能用這段文字描述 把它轉成矩陣 來我們來試著做一下 好在這裡就是一堆 這裡就是一堆這個文字的錢處理 這個文字的錢處理 我上課沒有教 這個不重要 你們就跳過就好了 你們只要知道 隨便給我一串文字 為什麼不給我畫圖了 太不給面子了吧 真的真的真的太不給面子了 我覺得 好啦我懶得畫圖了 反正 你們只要知道一件事 它圖大概就長這樣 一個一段 文字病例 它一定可以被轉成一個矩陣 這個矩陣的dimension長這樣 40乘50 那個50顯然就是那個字的長度 所以這是一個40個字的文字 你看不懂沒關係 反正它就變成一張圖了 那我們可不可以就把這張圖 直接丟給了卷機神經網路去做 答案當然是可以的啊 各位可以想想看啊 這個圖你不見得要看得懂啊 你看得懂圍棋嗎 你看不懂嘛對不對 電腦還是會蟹啊對不對 就管它的 丟給它 丟給它試試看 好那現在啊 我們來試著做一件事情 現在在這裡啊 有一份data 這份data 這份data要在這裡下載 下載完之後 這份data裡面啊 裡面有什麼勒 裡面有個叫array的 這個array裡面有一個 100乘50乘5000的 這總共5000份病例 這5000份病例啊 我都已經把它轉成圖片了 就是透過剛剛那種方式轉 你會說 它每一篇病例不是長短不一嗎 為什麼這邊 為什麼這邊居然只有100 好原因是這樣 如果它小於100的話 我就把剩下的地方補0 這樣知道嗎 就它如果小於100我就補0嘛對不對 後面它就沒有字 我就通通補0 如果它大於100了我就先捨去了 畢竟 這只是一個 給你們練習的東西嘛對不對 所以在這裡 5000篇病例 全部都是 全部都是這個 呃就是長度為100以內的病例 這樣可以了 還有一個東西叫 這個label 這個label是描述 它是否是癌症的病例 有一些是癌症的病例 有一些不是癌症的病例 這樣知道了嗎 這樣知道這個data的長相什麼樣子了吧 當你有這個idea之後 我們來參考一下這張圖 這張圖是我在2017年發表的paper上面的圖 我的網路架構 首先 一個圓圖是N乘以50的 經過一個 51乘以50的 convolution fighter 然後有40個 這相當於在找什麼 找關鍵字對不對 再經過一個2乘以50的30個 這在找什麼 關鍵的兩個字 關鍵片語 這樣可以嗎 3個字的片語 4個字的片語 5個字的短句 找到以後 我把這些特徵圖做 reliue加max pooling 把它疊成40 加30 加15 加10加5 總共100 最後再經過 drop out drop out 就是我上節課講過的東西 再變成一個fc 變成一個logistic output 就可以做病例分類了 這樣可以吧 我們來試著做一下 這個網路 你不需要會 你只需要知道怎麼訓練就好了 我只想帶你們 重現一下那個實驗而已 我們可以開始訓練 這個程式碼你們不需要 真的非常懂 因為其實我們 我今天示範你們這個關鍵指向 告訴你們說 其實我們不必被他受限 就是說 捲機神經網路只能拿來做什麼 這樣子好不好 我們先按下sauce 讓他開始跑 他也不給面子了吧 喔我知道 這裡有一個 這裡有一個地方要 這裡要as array 這是mxnet版本的問題 再做一次 再做一次 我做當然是非常的快 因為我用的是GPU 好吧 你們做應該會 滿慢的這樣子 你們就看我做完 然後看一下我的結果 好我做完了 我現在來看一下測試資料的結果 我用了test data 我們來看一下結果 準確度 testing的accuracy rate 高達93.9% 你可能會覺得蠻差的 不過 第一個我們用的是小網路 這個是很快就跑完 第二個 這個 我們的 data 也沒有很多 對不對 好這樣可以嗎 然後 我們僅用了3000份資料 就已經達到這個準確度了 應該還可以吧 對不對 好如果你覺得還可以的話 你試著用剛剛訓練的CLM model 來預測我們最開始的example 我們的example是不是就在這裡 我們剛剛的example 我把這裡洗掉了 我們剛剛的example在這裡 我們剛剛的example就是這個test array 這個test array 它的dimension 是不是就是我們的這個 我們這一個 我們這一個東西的dimension 是不是就是100x50 那我們只要把這40變成100 丟進去 然後這邊改1 這樣我們是不是就可以預測 剛剛這一串病例 是不是癌症病例了 當然你都看到第一個字是Adenocasinoma 你一定知道這就是一個癌症病例 我們就想看看它出來的機率 是不是大於0.5 這樣可以嗎 那我先把螢幕還給你們 然後你們先試著 試著做做看好不好 然後做那個 這個至少做到哪一步 因為根據你們電腦能力有限 對不對 然後我們等一下再來看一下時間 然後做一個簡單的示範 然後做總結這樣子 我們來看一下 現在我們的程式碼改成什麼樣子 這裡example 這裡就是剛剛原來那一串 這個病例 然後example進來 這一大串通都是複製剛剛的那一串 重點在哪裡 重點在這裡 因為我現在input一定要是100 對不對 所以我把這一桿100 長度為100 就補0沒關係 就補0就好了 然後一個字一個字填進去 填完之後啊 這個我們把它dimension改成 100乘50乘1乘1 這樣子 為什麼要乘1乘1 因為它的那個 剛剛的那個testarray 它就是 一定要乘1再乘個數字 對不對 因為它乘1就是乘個數字 就是它現在就是有1片 對不對 好如果我們這樣子全部把它print下來的話 你會發現這一篇病例 它認為是cancer的機率有99.9% 所以正確嘛對不對 這本來就是一篇cancer病例 我們現在來換貼一篇 不是cancer病例給它看看 好再試一下 0.51 看起來訓練的不太好 不過機率有顯著的落差啊 這樣可以嗎 好所以說 這個 捲機神經網路 而且我們用的訓練樣本很小啊 這個捲機神經網路 確實是 不只可以拿來做影像 經過一些巧思 如果你有辦法把某些東西把它變成 類似影像的格式 它實際上也可以拿來做 也可以拿來做那件事 我這邊可以再給大家一些hint 舉例來說 假設你把 DNA的ATCG 把它改成 這個 把它改成就是 主要說 A就是E000 B就是 T就是 C就是 0100 然後 G就是 0010 然後 T就是 0001 然後你把它疊成一個矩陣 你一樣可以設計 捲機器去做一個什麼掃描啊 之類的 對不對 所以它其實啊 其實創意是可以很多的 這樣可以吧 好 那我們來講一下 我們今天來做一個總結 這個影像辨識啊 一直是資料科學最難的事情之一啊 這個 原因其實就在於啊 這個 其實從影像到這個 我們為什麼知道這個東西是什麼 這個這一段過程 大家一直研究 還生物學上面還沒有研究很透徹 那我們以前傳統的方式 我們之前不是介紹 Support Vector Machine 然後這個GBM是那個 Random Forest的進化版 Gradient Boosting Machine 這些東西啊 它其實並不是拿來直接做影像分類的 這並不能拿 那個PASOBAS的這個 這個DATA直接拿去做影像分類 它一定不會準啊 你必須先透過一些特徵工程 擷取影像 這個特徵工程實際上 就是捲機器在做的事嘛 所以 捲機神經網路把這兩個件事情 all in one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好 那目前的捲機神經網路啊 透過一些 後續的研究 它的 它的識別能力遠遠的超過 前述的這些 Support Vector Machine 這些方法 所以說啊 這個 現在 至少在2019年的今天 這個大部分的東西 都是用捲機神經網路來做的 好 那相較於類神經網路 就是桑傑克交的多層感知器 那捲機神經網路 它成功原定 在於捲機器 是不是只要很少的參數都可以做了 因為它用很少的參數 進行全局掃描嘛 不用每一個 每一個像素都給一個wait 這樣可以了解吧 好 那捲機神經網路 不只能拿來用識別影像啊 剛剛我們已經看到了 文字也可以嘛 對不對 語音也可以 只要你把他們資料變成二維化 就可以進行捲機神經網路 那我們在下一節課的時候 今天我的課我們就教完了 在下一節課大部分 我們會教你 我們會教你最先進的捲機神經網路有哪些 不過因為我們只有一節課時間 教的細節其實不是很多 我還是非常推薦大家去上下學期博士班的課程 那這個下一節課我們會好好講一下 就是我們會講歷史 我們會就是下一節課會比較 城市的部分會非常少 我們幾乎就是概述性的 讓大家了解一下 這捲機神經網路啊 如何帶領這個世界 讓我們現代人家說現在是人工智慧的時代 就是捲機神經網路開啟的這樣子 那著名的AlphaGo 他其實也是捲機神經網路 這樣可以吧 那我們今天課就上到這裡哦